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央气象局于今傍晚5点指出,明3日因受到西南风影响,中南部将会有短暂震雨或雷雨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亦有局部短暂震雨,但苗栗以北极东部地区,警告将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,体感温度将有可能达到42度。 气象局指出,因受到西南风尘降的影响,对盆地、纵谷、晋山及河谷局部地区,纷纷亮起了橘色、黄色灯号,温度可达33度至36度。 气象局提醒民众,许多家注意防晒,多补充水分,以防中暑。 气象局也提及,虽然东北部地区,白天是多云道晴,也得留意局部雷震雨,甚至是局部大雨的可能。 而东南部地区,有焚风发生的几率,气象局呼吁民众许多家注意,近日因天气持续炎热,加上热累积效应。 昨日用电量已达到3722万千瓦,创下历史用电量新高,尽管今日稍稍和缓,来到3612万千瓦,被转容量率仍是显示黄灯的吃紧灯号。 面对明日的高温,只怕用电量会更加吃紧。